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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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2019年7月2號 禮拜二的跑步解盤 聽聽聽聽聽 今天台股跌30點 不過還是算表現不差 說實在話為什麼 因為今天台股出全息 蒸發了24點 然後明天大概蒸發17點 這周大概蒸發80點 所以其實你要用比較低 應該說如果正常標準來看的話 今天表現不差 因為如果蒸發只跌30點 可是實際上只有跌6點 不過他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隱憂 好不好 我們沒關係我們微微倒來 好不好 那除了這一話我們來看一下 對那我今天節目也會跟大家講 就是說 要稍微注意一下 鴻海這張股票 為什麼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等於是三個月前的預測 現在要逐漸浮現了 哇 投資產郭老師三個月前的預測 很逐漸浮現 對啊 我有時候就是 看的比較長 看的比較遠一點 等一下今天節目很精彩 好不好 那有些人如果剛認識我 那你就覺得 哇你看的會起雞皮疙瘩 是跟大家講參考 參考我們的想法 那投票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外資賣了30億 欸 賣了30億 欸 今天跌多少 欸 台子期沒有了 現在3點多了 所以是 這是盤後 可是跌30點 你要看一下 這是他盤 可是善桂呢 善桂還算強喔 善桂還算強喔 可是善桂展的是什麼 大部分展的都是 比較偏生技股 因為生技股佔善桂的成分 還算高啦 所以那就善桂指數來看的話 有超過我想像中好啦 看起來要直奔144 那等下過了再說喔 我就跟大家講 我還是不太認為他會過啦 我就跟大家講 雖然現在就已經大戶回來 我認為不太會過 為什麼 最好的解釋你看 今天外資是買還是賣 賣喔 昨天買72億 今天賣40幾億 同樣 今天賣了49億 昨天買72億賣49億 所以一來一晚 買多少億 買23億 可是台股呢 那關股更不用說啦 關股只要漲喔 他就會賣 好不好 關股券商 關股銀行 這都是一樣 所以這幾天誰在買 都是 台灣的一些本土 算大戶來 不能說散戶 散戶也有 大戶也有 在進產 為什麼 因為全鎮 有些大戶去買全鎮 因為自營商買賣的動作 算蠻頻繁的 自營商裡面 全鎮避險那一塊 買的更多 強制補嘛 因為其實 譬如說 他買一些個股 譬如說 他買郁君官拉起來 然後他買全鎮的 郁君 郁君官的全鎮 拉起來了 那自營商為了避險 他一定要買現貨 那就是要做買超 這全鎮避險這一部分 那避險這一部分呢 這幾天也買了好大的資金喔 所以這代表說 當然本土 或者是說 大戶的散戶 的確會影響一些短期的一個趨勢 可是中長期的趨勢 還是外資喔 這我跟大家講好不好 而且喔 外資今天 多大概減少 2137口 等於連續兩天 外資在期貨 是賣超的 連續兩天賣 現貨也買超 只買超 二三億喔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我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不是逃命波 我真的怕大家 因為逃命波 除非你技巧高超啦 不然其實不好做 那你現在看到可能 反正今天很多分析師或素人跟你講 哇最近很好做很好做 實際上很多股票都還沒創新高啊 你創新高的股票 就是趨子可數啦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實在話啊 你要我每天去表演賺錢也很簡單 我只要每一個月買一檔 一百檔股票 或者分成十種等級的會員朋友們 有些人是在表演方式的 每一個月買十檔一百檔 你都可以表演暫停 可是這不是我的Style好不好 這不是我的Style 每個人Style不同 實際上其實最近真的難操作 好我還是跟大家講 好操作我會跟你講啦 好不好 那現在這幾天比之前好操作一點點 可是實際上 你說這邊要賺到便宜 除非你能在一萬兩百的時候 去用力的做多 那我就佩服你 好我跟大家講 好那除了這個以外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那我要跟大家說 有些股票 先講大盤先講股票 我先講哪個部分 還是先講 好先講股票 我跳來跳去 免得到時候有些人看股票 每次都覺得我是最後一段 好不好 我也不要 我不喜歡讓人家被人家拆透 我先跟大家講 好 來 漢與伯 我覺得說這是空的標的 因為它基期比較高 我說你不要去找基期低 你看這基期比較高 你不要找基期低的人 基期低的反而是適合做多 只是現在卡丹斯台股已經漲那麼多了 比如說基期低 你看華興哥就基期來看的話 這邊線型很漂亮 那再噴出我也不意外 我有說過被動元件 絕對不是我坐框的標的 好不好 那這邊不論是我講玉金光 或者是說華興哥 我剛才就是漢女婆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特別我還在強調一件事情 這我沒有任何的推薦之意 好我要跟大家 我個人的看法分享 做一個財經YouTuber 好不好 資料僅供參考 你那個風險你要稍微致富 好 這我跟大家講 好 就像我講的 玉金光如果我說我空要400塊 我就是會480在這邊出產 當然昨天也有網友說 哎唷網友在下面留言 你這480你不是讓大戶要做 要特別修理 你可能點到480再殺下去嗎 那你會不會害得散戶 投資朋友 第一個件事情 我覺得他講的是對的 可是他語氣很差 那語氣很差 我就是可能我就跟他說拜拜 就封鎖了 我投資朋友我跟大家講 畫面給我 這幾天很多人都支持我 大概支持比例10個 假設100個 支持比例100個 大概兩三個 都會流言諷刺 然後我是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我做財經YouTuber 我現在也沒有不求什麼 也沒跟你收費 所以我看不喜歡 我就會封鎖 跟大家講 語氣要好我就會聽 好我跟大家講 不過他講的問題是對的 這個480 真的會不會大乎是故意修理 可是第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 因為第一個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有說過做狂名的比例不要那麼高 第二個 我已經有跟你講風險 你要稍微負責任 第三個 我只是就有一個操作 我在分享我的操作經驗而已 同意沒有 你要設你自己停損 那你自己的一個資產配置 為什麼這樣講 我這樣講 好了 假設我騎握 騎握比較簡單 騎握 舉這個例子就聽得懂 比如說騎握 我說我 做100口 100口可能比較少人做 做10口 假設做10口 我想是操作的理念分享 做10口 我說你 200點 你說你那個200點停損 200點停損 你做得到嗎 我做不到 應該這樣講 這樣講 我說你做10口的話 你20點就要停損 你就20點就停損 你受不了 太多了 太多了太誇張 那你可以這5口 那受5口的話 你是不是就可以變成40點停損 你懂我意思吧 你20口的 你10口的 20點停損 是不是等於5口的40點停損 我跟你說 資金不同 你的停損的位置不同 都沒有 這是觀念分享 所以第一個 講的是沒有錯啦 這沒有錯 就是說 400塊被人家修理 修理就算了 很常被修理了 因為這代表我們點餘率很高 沒辦法 可是問題是 這個本來就不會賺錢 特別我在這邊跟你講 股市觀念是 我沒有要去 我喜歡 我要變成一個新型的 一個財經的一個分析師 我要跟你講一個正確觀念 你要我講 每天都賺錢的 這不是我所作所為 那我就不會開一個 財經YouTuber 好 我就不會開財經YouTube YouTube的一個頻道 這我跟大家講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講得也對 可是問題是 該要停損要停損 我如果不停損 你相信我 到時候人家都罵我 罵我個人兇 好不好 之前有人講被動元件怎麼樣 我們很多人都講 我就是買最高點 事實上我不是買最高點 我是一路 譬如說國具300 一路經濟是辦到選股 一路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200 1200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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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那 我也沒有去叫人家去說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看不好 然後就很多人說 哇 越攤越平 的確 有稍微攤平的動作 可是不是買最高點 你通病 你聽得很麻 所以 我不停損 如果到時候錯的話 很多人就說 你這樣觀念不對 所以我覺得 正確的觀念 就像我講的 我喜歡做一個財經研究 或者做一個節目 我覺得 觀念 大家說越來越成長 就是嘴巴講很簡單 可是其實實際上 有些人該認錯 該實際錯的 還是要做 所以我要做一個財經分享 跟他說 那個其實你15-20% 本來就是應該 一般的人接受的點位 但是有些人5%就受不了了 那我沒辦法 我是不太建議你5%就受不了 那你不太適合做股票 我是認真跟大家說 我說 為什麼5%你不適合做股票 其實看得多 你有時候停損你要設很低 其實你反而很容易被洗出去 也不要太低 這是觀念分享 到時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那一樣 我也跟大家 還是每天要花個1-2分鐘 會覺得沒有意義 1%的人很無聊 可是還是要花一些時間 可是沒有花也不行 像網路世界 很容易三人成虎 你不澄清沒辦法 就比如說 我就想講 其實我本來是 其實我已經考慮 我說下面留言 有些人很無聊 想直接不讓人家留言 其實分析世界很少 讓人家留言的 可是我想想算了 好不好 不過還是希望大家多支持我們 按讚 好不好 底下多一些留言 正面留言 好不好 不然其實哪一天 我真的心情不好 我就少路一點 可是這個 就好像是懲罰99%支持我的人 我是跟大家講 因為我覺得 我也不為所求什麼 最近也沒有什麼 我所求什麼東西 沒有那個收費 有沒有 很顯然的 我沒給你收費 私底下台面上 我都沒跟他收費 我也沒訂閱頻道 也不需要你去訂閱收費 也不需要你去訂閱收費 連廣告我都沒有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就是一個成績 財經的理念分享 我也是跟大家講 我現在你這邊學到一個 就是 做人的一個正面思考 怎麼成功學 我是跟大家講 你要正面思考 像我也是很正面思考 為什麼 我說其實很多人就是 看影片看一看又閒 其實那個是你在浪費你時間 你在花時間在你討厭的人事務上面 你是沒辦法 你是沒辦法再成功 而且這件事 你在你在花時間 在你討厭的人事務上面 你是沒辦法成功的 你不喜歡我影片就不要看 真的 我教你怎麼成功學 真的從現在開始 好不好 那有些人會開玩笑說 因為我把你當反指標啊 這則 我如果真的是完全反指標 我就不會是經濟日報 學務冠軍基督保持者了 所以你把我當反指標也不好 你會可能哪一天 你做你會損失很大 相信我判斷 這我跟大家講 所以也不好 所以 畢竟我也不是完全的反指標 這不太可能 所以這個我跟大家講是說 為什麼我正面思考 就像我跟大家講 我今天要講到我的主題 隨便帶到這個主題 人生觀 為什麼我說 其實我很喜歡郭台銘這個人 我老實跟你講 為什麼我喜歡他 為什麼我喜歡郭台銘這個人 但是我喜歡他 我知道很多人綠的不喜歡他 因為我覺得你們很多人綠的不喜歡他是 跳脫出來 為什麼 你們不會像我一樣去跳脫出來 其實我綠的也選過 我藍的也選過 所以我說 我認為我是非常中立 桃園中立的中立 當然不是那邊是中立 為什麼 我說其實 我覺得他是很正面思考的人 什麼正面思考的人 第一件事情 很多人會批評他 成功 可能有些網路上有些留言 靠什麼 靠良家的資金 投資料 如果你靠良家的資金 你可以賺那麼多嗎 哇 時代不同 沒錯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他到70歲了 他還是很努力 他到70歲了他還是很努力 投資料 我講一件事情 你可以一天工作16個小時嗎 雖然很多網友會覺得才算他 可是沒有 可是他講的是事實 你等你一天工作16個小時 你每一天 你工作45年 所以你可以像他那麼有錢 我覺得沒法像他那麼有錢 因為時代不同 可是你可不可以 那你生活過得無慮 是可以的 因為你很正面思考 我一直跟大家正面觀察 所以我說為什麼 我去想最多的股票 其實我從前到現在講的最多是鴻海 那時候我在鴻海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是說70塊 我說注意一下 全台灣那時候 我敢大聲的跟你講 全台灣分析師之後 我第一個時間跟你講 那等到奧利純拉起來的時候 你看拉起來的時候 等他宣布要選總統 那從70塊 一路漲到95 同樣你看一下 這是很恐怖的預告 我不只是預告 比如說144點 那時候所有的壓力 現在台股今年最高也是144點 可能有一個壓力 好 我也預告 但我就講 你的這些壓力 支撐 點位 都是我個人看法 個人看法 好不好 好 那我講過 一些原因我也都講得很清楚 郭彤真的選總統 這是3月17號 他會希望鴻海股價破底嗎 如果股價破底 80萬個鴻海股民會選郭台銘嗎 你看這件事 重點 如果郭台銘真的要選總統 什麼意思 我在郭台銘還沒有確定要選總統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 郭台銘要選總統了 這是看我節目最大的意義 就像我 畫面給我 就像我在5月的經濟日報的演講 滿場的觀眾朋友 三四百位觀眾朋友們 全台外面那時候沒有人想到說 川普會打電話給習主席 我說川普會打電話給習主席 我說要讓就是川普讓 絕對不是習主席讓 有沒有像是川普讓步不是習主席讓步 我是講得非常清楚 我說川普打電話給習主席 可是會反彈 可是反彈可能逃命波 像逃命波在醞釀著 那很多人覺得 這週期很長 你們看這件事情 郭台銘要選總統 我也是提前一兩個預約預告 提前一兩個預約預告 好 第二件事情我還更預告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預告這件事情 來 我預告郭董會代表國民黨參選 現在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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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預告郭董 那個意思喔 我預告郭董代表國民黨 這四月十七號 這標題沒改 你看那時候 還沒有找好我們的美兵 你看 四月十七號 我預告郭董代表國民黨 怎麼樣 代表國民黨什麼 但是參選總統啊 什麼意思 我會贏韓國語啊 韓粉你也不要生氣 為什麼 因為 郭董真的 也蠻努力 你說韓國瑜不努力嗎 我只能說 郭董真的很努力 好不好 跟大家講好不好 我還是有認真比較一下 所以我說欣賞是他的態度 所以我說 我也一直跟大家講 你在這邊是可以學到很多邏輯 很多人生的思考 這是你要看我節目的目的 靠 人生有很多種生活 看你怎麼過 不喜歡的人 你就不要去看 包含我的節目 你喜歡我就繼續看 支持我就這樣 為什麼這樣講 我覺得你不需要去 因為郭董說 跟中國比較好怎麼樣 你們把很多東西藍綠 摻進去以後 就少了很多是非 不代表我說 我討厭綠 我討厭藍 我只看一個人 好不好 只看一個人的個性 我比較在乎是這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說 這個 我說 好 兩方面 我現在兩方面來講 我說 你看 今天應該年輕朋友最正看的 最下殼的 很多人都看館長 肌肉很大 深蹲救台灣 有些網友們 有些人講真的東西 很多的深蹲 我也是 我也是因為看到很多 其實我 我畫面給我 講一些比較 講一些比較 比較 比較 簡單話不是 講一些比較 客外話 就是說 其實我身材本來就屬於很壯 我非常容易長肌肉 雖然有些人不相信 可是我就屬於那種 我是看來 現在很多人在健身 我也健身的 館長我看一看 但他不是我Style 這是他昨天 不是跟郭台銘去爬象山嗎 那個象山我爬過耶 我不一定能爬得比郭台銘快 他好像是右邊 最陡那一塊 我不一定爬得比郭台銘快 你看人家70歲了 70歲了 跟我父母親差不多一樣年紀 在70歲爬得比我還快 我有在運動的人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但第一個 你要說他戰場選隊 戰場選隊 那代表 可是他就是營館長 你家每天在健身館的館長 也有做一些爬樓梯運動的 他還是贏 那代表是第一個 他有頭腦 第二個 他其實持之隱瞞 對自己很嚴苛 我強調一件事情 其實你要去正面思考 成功人士的優點 去學習他 不是你要去負面思考 去想一下 為什麼這個人運氣好 這個人為什麼怎樣 這是沒有賺到錢的 不論是從財富的累積 或者是你本業上的累積 你記得我講這些東西 我看到成功人士 從來都是有 像郭台銘這樣正面思考 應該這樣講 不想這樣講 一定要像他這麼正面 或者你這樣 他已經這樣腳腳折了 我說突然成功人士 就是會這麼正面思考 包含我認為我自己 也蠻正面思考 那是不是成功人士 那你每個人去 我是不是成功人士 這不是重點 至少我們點閱不差 那我參考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一些我的邏輯思考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你扯那麼遠 你看為了部分人 也不是為了部分人 我只是講另外99%的人 跟大家講 我的思考邏輯 我的人生觀是怎麼樣 我跟大家講一些 不論你是酸分酸民 也許酸民勸你 相信我 你這樣不會成功 這樣很難成功 不要說不會成功 花時間在你不喜歡的人身上 是不會賺到什麼錢的 相信我 好 相信我看多了 第二個 這才是我真的要跟你講的 這是另外一個 或許 你能從中賺到錢 但是盈虧要致富 為什麼從中賺到錢 這一段講清楚了 那是3月17號 你剛才看到我剛才扯遠 因為扯太遠了 不會扯遠 我覺得是 但是我分享人生價值觀 我覺得我蠻開心的 來 37號 如果郭董真的要選總統 那我說 一年內從70 漲到100 會漲到 我是講的是弱 所以我沒有對股價特別的預測 我只問你一件事 若持有還買股票 從70塊 代表那時候70塊嘛 3月17號 來 37號在這邊 這邊 這邊有個3 有沒有看到 再來一次 這邊有個3 有沒有看到 所以3月中在這邊 那時候你想買70塊的紅海 隨便你買 有沒有 好 那郭董為什麼拉這一段 因為郭董在這邊之後 我看到他要選總統 不然為什麼那時候要去拜訪韓國瑜 好 結果果然拉這一段 拉到97塊 70塊拉到97塊 請問他告訴我 報頭去多少 40% 為什麼這40% 為什麼就跌下去 因為郭董在這一天 那時候要去拜訪韓國瑜 蘋果頭版跟你講 我確定要參選的 媽祖告訴我 媽祖告訴我 白杯 心杯 笑杯 我在那時候講笑話 反正怎麼樣都是心杯 這跟大家講 不是 就是說本來就 這個 忍笑話不講的 這樣太遠了 就本來可能是 一正一反 用個50次 說錯 都是全部都反面 或全部都正面 用個50次變一正一反 反正媽祖說通過了 我那時候開忍笑話 郭董不要生氣 好 郭董不要 果然最高點 所以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要進場在人家 還不知道點位 還沒確定 等確定的時候 你在進場沒有用 就像現在其實 你說中美貿易戰 其實不打了 沒錯啦 有一天啦 可是不打 其實之前很多人 就有預料不打 就有預料不打 那你懂意思吧 可是他之前的稅 還是有課啊 所以我說 你現在真的要進場 做的都比較好嗎 你看這個時候 等郭台銘說 確定要參選的時候 是最高點 我在這邊跟你預告 有可能會參選 那一樣一件事情 我那時候在三個月前 我就預告 很誇張的預告 我預告郭董將代表國民黨 4月17號 兩個多月前 那現在呢 新聞出來了 南郭民調快死亡交叉 環境交叉還可以 對韓國瑜可能是死亡交叉 對郭台銘來講是環境交叉 南偉確實相近非常近 這我們前總召 就前金管會的主委 好 南偉 國民黨立委 確實相差非常近 好不好 聲明中前金管會主委 講話還算中立 所以確實相差非常近 講話還蠻中立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我預告將代表國民黨 投資票 那真的單選的 下禮拜 就怎麼樣 下禮拜就要開始了 那你要等到下禮拜 你再進場嗎 如果你是壓寶這個行情 我跟你講你最近就可以進場了 所以如果你硬要說要做多 那我會覺得 紅海比較安全 因為郭台銘在70塊買了 好幾十億 好幾十億的股票 所以我跟大家講 買好幾十億的股票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認為 有機會 只要代表一定有一波行情 好不好 不要說一定 很有可能 當然還是要強調 這是我個人看法 沒有代表推薦或勸誘之意 好不好 我要講清楚 沒有必要 我現在連錢都沒有收什麼東西 哇 我承受這麼多的風險跟壓力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我把我的那個分享 純心財經分享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是有機會的 所以邏輯思考 不要等到利多健包再進場 好不好 再教你一件事 來畫面給我 請導播快一點 麻煩一下 邏輯思考 不要等 利多才健包 利多健包再進場 好不好 這是有可能 因為已經非常 那我問一件事 我至少接到兩通電話 兩通電什麼電話 小英那時候選舉 小英那時候 民進展的時候 我就沒接到 我身邊很多人接到 就是國民 就是那個 郭董的拜票 的電話 所以我跟大家講 是滿有機會的 我覺得郭董滿有機會 畢竟人家錢比較多 這社會錢多還是比較好辦事 還是很務實 沒辦法 好 除了這以外 我們這邊來跟大家講 努力生活的人 我覺得成功是屬於 努力生活的人 那他認為就是說 像我也是非常 每天努力生活 好不好 我認為我在股票市場 也是非常有興趣 我每天都花十幾個小時 樂在其中 我不是把它當工作 說老實話 我把它當工作 我就不會像 就不會 我如果像把一個 財經的分享財經 把它當工作 我就不會現在 在錄影了 因為對我來說 我現在沒有什麼所求 沒有特別所求 你聽得懂嗎 我就是把它當一個興趣 我是非常樂在其中 那分享一下財經知識 第二個 我要跟大家講 這不知道第幾個問題 很多人問我說 香港占中 不是香港占中 現在昨天去突破立法會了 美國為什麼表示 我覺得川普不會什麼表示 川普今天有表示 說他們追求民主 講講就好啦 那個沒什麼意思 為什麼 川普在集團體也沒講這個話 所以我覺得 香港現在已經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死了三個人 那你覺得川普呢 川普就講一句話而已 那沒什麼東西 之前阿拉伯不是 也有那個丸子嗎 也殺人了嗎 疑似殺人 他也是到最後幫他講話 所以川普這個人 就有興趣的議題 就有興趣 沒興趣的議題沒有興趣 不好意思 我要跟香港人說個不好意思 很顯然的 川普對這個香港議題 沒有興趣 那可是 那誰會來 錄影要說說誰會有興趣呢 可能是 美國參眾議院的議員們 那可能有興趣 那時候可能如果再鬧下去 會不會參眾議院 對一些 會提出例外的法案來制衡呢 可能希望說 中國管不要管那麼兇 這是有可能 可是川普你不用 習慣川普來救香港 這我跟大家講 那這個不是重點 這個講到政治圈 重點是這個政治會不會影響 那個股市 有可能 可是這個已經有點淡化了 有沒有可能 除非是說 在發生血腥鎮壓事件 講清楚 血腥鎮壓事件 那就真的會影響到股市了 好不好 最近看起來已經利空頓化 什麼叫利空頓化 就是重複了重複利空 大家已經覺得沒什麼感覺 沒有feel了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是說 來 這禮拜 這個月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7月25號 7月23號有那個 那個 英國的首相選舉 我覺得還不重要 因為這個已經變利空頓化 歹性脫婆 7月25號 那個會不會 歐洲央行會不會降息 像是說50%了 50%很高 有50% 認為降十幾點 十個基點 那重點是美國 如果這個7月份 歐洲央行也沒降 7月31號 7月25號歐洲央行也沒降 7月31號 美國 fade也沒降 我跟你講 鐵定 應該是 我認為百分之九十九 我認為非常高的機率 非常高的機率 好不好 會下跌 好不好 而且跌不是跌一點點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股市在高漲 反而他可能不會 想要那麼積極的降息 雖然我覺得這次 是最矛盾的一次 我一直在懷疑一件事情 我一直在問你一件事情 美國的Fade主席 鮑威爾這麼聽話嗎 第一個聽川普的話 第二個這麼聽話嗎 這麼看Fade Watch Fade Watch告訴他 百分之九會降息 他真的會降息嗎 這是我覺得 蠻好玩的一個試驗 我想看他7月會不會降息 這麼高的一個股市 他7月會不會降息 雖然現在很多景氣是下滑的 可是沒有到那麼明顯的下滑跡下 他7月會不會降息 他會不會這麼聽市場的話 我覺得這是個蠻重要的實驗 這可以順便 讓我觀察他對這些動作 我可以更預測到他 以後的接下來的動作 所以這7月會不會降息 就是不只是會不會降息 而是我要觀察巴威爾是怎麼樣的人 他會這麼聽市場的話 這麼聽市場的話 那表示很好 那對股市是有利的 好不好 我認為是不太會啦 好不好 所以結論是說 我還是覺得這邊逃命波 好不好 這140這上位指數 還是可能畫面給我 不會創新高 這個台股很明顯的 還是太強的事 為什麼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來 上來股市有沒有看到 上來股市其實離高鐵還很遠 大盤有沒有看到 離高鐵很近 這樣看比較準 上來股市 這是大盤 這是上來股市 這是大盤 台股大盤 這是上來股市 你覺得誰比較強 台股比較強 這次台股出現 現在出席好幾百點 一百多點以上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好不好 所以最後我要跟大家說 來看一下 來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這個 除了這個 我說鴻海 真的我覺得 就是我講的 分享我的生活邏輯 相信我 成功是 努力生活絕對不會成功 可是成功絕對是屬於努力生活 除非你天生富二代 可是少數人不是 少數人不是 只有少數人是 好不好 就跟正面思考 你看到現在也是很努力 說實在話就是這樣 他沒必要這麼努力 好 瑞育 我沒有做多 沒有做控制股票 我還是偏向於 稍微空頭的一個現象 我跟你說多 我說這其實就講到風態 可是這絕對短多 好不好 我講清楚 甚至於可能 可能譬如說 我覺得不求賺賠 如果是我自己操作不求賺賠我也想走 不過硬要說 唯一比較好的短多標的 第一個是鴻海 第二個是華星科 可是這都是短多 我講得非常清楚 中長期而言 我想七八月份 我還是認為台股會破敵 因為其實 就歷年來講的話 歷年來看的話 七八月股是常常有一個回軟的危機 漢宇伯 星星這邊 我覺得星星如果台股有回軟的跡象的話 我覺得星星的點位還不錯 可以空得蠻漂亮的 好不好 主要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郁金關 這個都講 四九五八真底也是一樣 做空的標的 不過星星整大盤有個比較明顯的轉頭的跡象 我覺得在空我比較好 當然不論畫面給我 所以不論對或錯 我切一切預告前面 今天也分享我很多人生經驗 或者郭董人生經驗 都可以正面思考 我覺得來這邊是學習我的邏輯觀念 我的人生觀念 認同我 就是幫我按個讚 我覺得可以學到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很多的預告 例如郭董會選總統 甚至郭董會代表國民黨 三個月前不會有人相信的 都不會有人相信 可是現在好像逐漸的實現的 我們的預告能力 我們的努力 是不是跟人家不太一樣 你想想看 如果覺得對話 記得加我們LINE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怎麼訂閱頻道 這邊有個超連結 好不好 點進去手機YouTube裡面 YouTube的一個APP裡面 這邊有超連結 你就看到超連結 不論對或錯 一切一切我們預告前面 謝謝各位